大家好, 祝大家农年新年快乐 大家带来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 这一年应该是疫症已经过了 希望大家可以出来多些运动一下 这个我觉得在疫情后 很多我的朋友都忘记了运动 如果你没有的话, 就会出来多些 我身体才会健康 农历新年继续有球看 年初二的晚上, 如果香港和大马也是 12点半, 应该拜完年回到家都可以看球 对着维拉, 这场球也是很重要的 看看能不能再达到三分 现在足中杯32强的重赛打完 过去几天全部打完 下轮的对手16强将会对着洛定咸森林 洛定咸森林就在宝赛赢了布里斯托城 其实他们很勉强的, 只是12码才击败到对手 没有办法对着英冠 你看到那些宝赛基本上都是英超或者比较强的那一队 是赢的, 唯一一队的英超对碰就是车路士对维拉 车路士是赢了维拉的, 就是我们的对手 待会稍后会说, 列斯联就排名高过普利茅夫 普利茅夫在英甲, 接着英冠又是比较高的 修咸森, 高云地利全部赢了 看到16强就会是曼联会对着作客去到洛定咸森林 看回绿色的球队就是英超球队 其实大部分球队都是对低组别的球队 英冠就有班利茅夫要对着李斯特成, 纽卡素要对着暴力搬流落 车路士对列斯联, 这两三队就比较难打 如果李斯特成现在是英冠第一, 其实要摇摇领先 水准其实跟英超都应该很接近 车路士的列斯联也是降班下去, 其实水准也有 所以我们就不可以叫好签, 但也不算是非常差 因为英超下游的森林就还可以 但是不可以说真的想着吃硬 因为这场球将会是2月28日在曼市打比的前三天 我想怎样都要留一点点力 正常来说, 曼市打比你不会想赢也好 但那场球一定是全力以赴的 如果三天前, 所有主力打足90分钟 甚至可能要搏餐死的话 万事打比就很难搞了 所以这场球又要考验我们的球员和教练 是怎样去迎战 今天主要要先说了蓝卡那件事 其实蓝牌事件 因为最近就有很多消息爆出来 竹总或者FIFA, 国际竹联 都是想弄多一张新的卡 黄牌, 红牌, 弄多一张蓝牌 很多网友都问我究竟发生什么事 我怎样看 我现在拍一条片跟大家说 继续都会跟随其他消息 即是转会或者新球场加起来 最后会做个赛前分析 我们逐样慢慢说 先讲蓝牌 这件事呢 其实我自己挺shork的 因为之前没有什么大的消息说出来 说是有研究这件事 有讲其他东西, 越位那些规则是有的 现在就是大部分的大宝市都说 即是说FIFA在搞这个蓝牌 其实就不是说立刻放上英超 那些传闻都是说先会在低组别搞 有些就会传说在竹总杯那里搞 但是始终怎样都好 没算说一眼就离谱到一眼放上英超 欧联那些就算消息都好 没那么夸张的 竹总就没有出来说是还是不是的 即是英国竹总没有说 也没有一个国家竹总会这样说 但是所有大媒体一起报的了 很可能是有人放料给他们 即是竹总内部也好 或者FIFA内部放出来 似是似是似是水温的 真的不是说一定会做 但是放出来如果大家的反应是OK 他们就会实行的了 那这一项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即是蓝牌 即是蓝色的卡 球证有球员犯规事 又给出来的其中一张牌 那跟黄牌和红牌有什么分别呢 其实它又叫做先边 两样东西 其实应该说出张蓝牌 你就要去先边 先边的意思呢 就是你需要出场边休息十分钟 那你不能够参与比赛 但是你出了去呢 十分钟后 你是自动可以进入 那不会说完全罚了 也都不会有抄后算账 说你未来三场 未来一场 要停赛是不用的 罚完十分钟就没事了 那所以听下去呢 不是什么大问题来的 就是有些其他的体育都有 那还有就是你既然有红牌 那这个只不过是给红牌 要稍微轻的一个惩罚 感觉上好像很合理 那将会变成黄、蓝、红三级制 正常来说 两黄、两蓝都会是一张红牌 但是有些传闻就说 一黄、一蓝都会是红牌 但是其实这件事呢 在我上半年我踢足的业余的球 其实我已经知道 在业余联赛 在英格兰这里 是实行了几年了 这个不是一个新鲜的东西 只不过 要将他推上精英阶层 即是英超 或者投了几组别 就是当他一到六是职业球队 没试过这样而已 但是我自己踢联赛的时候 亲眼是目睹那一次的 那一次我真的很深刻 因为我本身我不会读联赛才会踢 明天突然间发现有个队友 是被人赶了出场的 但是又发现他十分钟又回来 即是这个呢 就是我个人的经历 那他那时候是做什么呢? 就是骂了球证的 球证吹了他犯规 然后他超级牢吵 超大动作 很大动作 然后把口放在那里说 不是对着球证说的 他就不知道对谁说 那接着就对面队围他 然后球证他走过来 也是很不满 那接着呢 就先边出了场了 那在业余联赛就没有那张牌 但是实际上是同样东西 就是没有蓝色牌 但是都是赶出去十分钟的 那主要是惩罚什么呢? 就是这些类似刚刚所说的 那个经历了 讽刺球证 呼喝的球证 或者是野鱼球证 比如拍手掌 给赚那些讽刺性的 很明显就不是赚他了 就是罚了你之后你拍手掌 那些呢 就会是给蓝牌的 那现在的制度上面呢 可以是红牌 可以是黄牌 就是如果你是咬得厉害的话 就是骂他 骂他早中十八代 讲粗口骂球证呢 其实事实上是可以直接红牌的 但是 多数都不敢这样做 那些球证 因为如果你骂他 就赶他出场 但是看下去不像他很严重 那接着你就要写报告 那些就很烦 那如果有张蓝牌 我想他们就会好处理一些 或者一有人骂他 就给蓝牌 那影响就没有红牌那么厉害 始终起码就影响不到下场球 可能原意就是这样 另外还有一些就是 针对发脾气的行为 我说的是现在业余联赛实行那些 包括就是发脾气 大力把球放在地上 一脚踢走球 这些不君子行为 踢水樽那些 都是可以给蓝牌先边 暂时没有了蓝牌 但是都是先边的 那他有guidlines给球证 那他就是说 一个蓝色就是蓝牌 黄色就是王牌 那一张蓝牌 是可以入场的 十分钟 十分钟后就可以入场了 那也都可以换走他的 就是你进回来之后 可以换走 一张蓝一张黄 在现行的业余联赛 都是可以换走他的 就是两张蓝 就不可以让他进回 但是都是可以让他换走的 这个呢 就跟红牌很不同 跟两黄一红都很不同 两蓝 他是要走的了 但是你可以换另一个球员进来 那其实这一样 我自己是ok的 就是我觉得 红牌 你罚那个球员是可以的 但是 如果你说所有东西都要罚整队 甚至会罚下面那三场球 其实是有少少过严的 那如果这一样东西出现 是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 我自己是ok的 但是当然实行上 会有很多的问题 就是你看到 有不同的组合 蓝、黄、蓝 那就不可以让他进回 因为拿了三张牌 那就真的直接赶了出场 等于红牌 蓝、黄、蓝 那当然不用 就是一定不用回来 那原意 我自己觉得是没问题 就是想是减少这些行为 骂球证 或者是阻吓性再大些 就是踢走球 丢球 丢球 那些 总之就是发生那些 而且在业余联赛上面的统计 数据上面是有效的 所以其实他有个ground 是想推上去 我自己是明白的 那其实现在已经推了很多级 由业余 可能10级以下的联赛 已经推到9级 和女子的联赛去到第三级 已经用着先边的制度 所以英格兰是走得前的 你说再推上去 他都真的有可能 他有这样的决心去做 那现在最新说 针对这个职业板 去想上捉重杯 甚至上英超的这个蓝牌 就说会包括Tactical Foul 这件事在现在业余联赛下 是没有包括Tactical Foul 只是针对球证和不君子 那些扔球的行为 如果针对Tactical Foul 我自己就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因为如字面上说 那些传媒所说 如果你阻止一个危险的攻势 你就会被人罚先变 现在应该是王牌的 就是如果你人家在冲上去 你拔他 就是我们经常说技术犯规 这些是王牌的 但是如果你说有了这条规则 就会是将个惩罚变大了 不单是王牌 王牌是没有后果的 如果你拿一张 拿十张才会有累积 拿了蓝牌的话 你阻止那个攻势 就会导致你对球有十分钟 打少一个人 那你就要想值不值 这些就会复杂很多 准不准确 是否真是真 还是吹嘴的呢 其实呢 英格兰的足总的CEO 这个Mark Boolingham Boolingham 其实他是有说过的 他对媒体 亲自说 他认为技术性犯规 即Tactical Fouls 是令到球迷和他们 他也是其中球迷一个 是Frustrated的 他认为Tactical Fouls 是不应该被容许 或者不能够被鼓励 他认为王牌 是不能阻碍Tactical Fouls的 这个见仁见智 你觉得Tactical Fouls 对于足球 是否一个阻碍呢 的确是会少入球 理论上 那个人爆过来 你是拔他的话 你是真的不应该 如果个个都是这样 就不用入球 如果没有王牌的话 只是罚就没意思 有王牌有一定的阻碍性 但其实还是经常发生的一件事 但是运动竞技 是否一定不可以有犯规呢 因为蓝球都有六个阻碍 才会被人射个球 阻碍的六次 其实没有什么大的损害 就是停一停 场球又再开过 是吧 这个是一个 我相信大家会有各自的看法 如果你说完全不容许有任何阻碍 也不可能 人始终都会有些犯错出现 你一下犯错 就赶了出场10分钟 其实对对球 都很大的影响 现在也有传说 一蓝一黄 就会赶出场 就跟这个业余 是会再厌一点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我个人认为 原意是没有问题的 是良好的 就是你想禁止 侮辱球阵 不君子行怀 其实我觉得是不应该出现的 是对的 但是就 这些事情 就是你做下去 是很难把握的 你想就已经想得到 什么叫做tactical foul 其实这个本身是一个不成文的称呼 就是 求例上没有写什么叫tactical foul 就是这个 我们自己的理解 就是一个没有伤害性的侵犯 是为了stop别人的进攻而做的一个犯规 总之是拔衣 拔衣不会令到他窒息 不会弄傷他的脚 弄傷他的手 这些就叫tactical foul 但是实际上 如果有一个人在铲过去的 而他真的踢中了别人的脚 那他不叫tactical foul 他本身不是想拔衣 就是他真的有个意图 是想铲过球 那如果到时有口同被拗 如果这样铲过球 铲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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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阻止别人的进攻 阻止别人的危险进攻 就是说禁区周围的犯规 就可以全部都是先边 就是根据球例上的解释 这个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还有什么叫危险进攻 就是在哪里推 距离的路门四十几码 算不算危险呢 在中路三十码 算不算危险呢 还是要进入禁区才危险呢 什么叫dangerous attack 这个完全又是个人主观的判断 还是要过最后的后位才叫危险呢 其实完全是不可能有清晰的定义 太多足球 其实不是蓄意的犯规 就是不小心 两个人在最后中坚 一个中坚一个中锋 他争顶 他顶不中 接着就撞低了人 这个又是一个危险的进攻 如果被他跌倒向后 就是单刀 那这些又怎样罚呢 我觉得如果这样有罚呢 十分钟打小一个人 是太重的 还有呢 其实你这样罚下去 是有机会会不断地发生的 就是可能五分钟内 有三个人被人先鞭了 甚至整场球下去呢 其实是继续有人会先鞭的 那就是说 足球的比赛呢 可能会变成一个 理论上大部分时间是十一天 但是实际上呢 可能大部分时间都是九个人的比赛 那就是完全 将运动是变成了质 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件事呢 就算你说罵球证也好 你加一张蓝牌下去 你真的很难把握到 那条线怎么做 你说业余为什么可以呢 因为业余有些东西呢 直眼开直眼闭的嘛 就算你说球证 甚至说TACO 踢得都被伤了 那事实上他不是蓄意的话呢 多数球证都不会拿出牌子 就是不用拿到那么正 大家不是找饭吃的嘛 就是业余波那些 但是你去到职业 就不行了 就是如果你有少少这样的酌情权 问题就是这里 就是现在这么多判罚 为什么就是有这个问题呢 就是因为你一次有酌情权 下次就会对另一队 如果你没有的话就是不公平 所以你制造那么多这些东西 自然反弹就会很大 所以现在短时间内 你看到在国际足联 就出了个statement 就是说这些新闻报道是incorrect 和premature 这两个字可圈可点 真的不知道他想怎样 incorrect 就是可能你报道的东西有些不准确 我们不是想罚十分钟 我们是想罚五分钟 都已经是可以incorrect 他说完premature 即是告诉你 其实他正在准备这些东西 只不过我们不会现在推出来 即是他告诉你 迟一点成熟一点 我们想清楚一点 就会推的了 这个就可以解做premature 所以可以看得到 就是所有的报道 绝对不是空月来风 是真的有一件这样的事发生的 但只不过之后 FA出过FIFA的statement 似乎真的看到细息不对 不要动 因为现在其实这个环境下 很多东西都是对球阵负面的消息 讨论中 这么多的误判 什么都可以 VAR 一单你都没搞完的 这么负面 其实他们都唯有是退 你这个timing 再推新的东西 我自己觉得是玩自己的 你搞定之前那些 之后你再慢慢处理 是可以的 但现在还没处理好 现在的争议 VAR 新的月位 为拉线 这些事情之前 就不要再搞那么多 业余和职业 我觉得有时 是不可以完全 一条等好在那 所以就希望 我自己希望 不要那么快搞 或者要搞 你就清楚一点 做个大的咨询 什么是什么 罚多少 或者会不会渐进式 这样罚 第一次就 整对来说第一次罚三分钟 第二次罚五分 十分 这样的话 都可能会令到 影响会小一点 下下十分钟 死硬的 肯定会出现 有些时候打七个 不用踢了 场球已经完了 谁犯错 犯规那队就输了 有时真的觉得 公平 或者球阵的参与度 是要平衡的 现在我们就是 不想球阵做主角 所以就 看看他们怎么处理 我自己反而觉得 如果你想 放藍牌出来 我开始说 我自己觉得先边 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想将一些 红牌的判罚 降级变成蓝牌 我就赞成 譬如 两黄变一红 我自己觉得 有时是不太需要 这样做的 因为两黄变一红 可能第一张黄牌 是随三庆祝 第二张 只不过是 可能撞到人少少 然后变成红牌 就罚他下场庆祭了 这些非暴力的犯规 我自己觉得是可以变成蓝牌 就是给他一个机会 罚他十分钟 就让他进来 踢 如果再拿到一张黄牌 就趕他走 然后可以换第二个 就是他个人犯的错 可能球队是不用 一定每次都要背 这个用法的话 我就自己觉得是可行 即管看看他们会不会 向着这个方便发展 接着就说回曼联的消息 就是ESPN就报道 不单是ESPN 还有其他的报纸 都是一图说 高层现在暂定了转会的方向 就是放在一些合约 只剩下一年的球员那里 这个其实很合理 因为一向短弱的球员 就会便宜些 只剩下一年 如果你没有人买他 他下年变免签 这个其实都是大家的常识 对于曼联现在的财政 就加上下年 不知道有没有欧洲赛 欧联就多数没有 其实一定是要做这个 曼联也做得太少 其实以前就应该 一直都是这样做 很多球会都这样做 譬如国际米兰 现在已经接近年签两个 一个特连尾 一个森林斯基 其实两个 就更加不是一年合约的球员 直接是免签的球员 他窮 国际那边班主才困 立刻就是这样 不断免签 很多的了 就是他们在对手 看见二甲的球队 拉面签过来 其实是这几年已经在做 你看到他是维持到球队的战力 找到好的球员 劲就不是的了 你想争霸欧联 没可能的了 但是在二甲 他维持到竞争力 其实曼联来说 这段时间其实我们都是优养身色 还好一点 暂时未有个争霸的实力 看看可不可以海服一会 就是用这些方法 今年合约到期的球员 没什么好的目标 就是被人抢 就抢了斯林斯基 大列美 其实还有一堆球员 就是比较有名 那麦巴比 不论到我们 拉比奥特上年试过 人工需要很高 都无论再搞他了 如果你看五六七八九十十那几个 年田大地今年状态差 去到二甲是几乎没有用 就是得甲的状态完全没有 安迪迪伊安娜组 理成的这对球员 其实都是退步了 伊安娜组在英冠 都打不到什么好的水准 查诺当斯就是英格兰人 这个arguable 你签来做些二三号的前锋 其实又可以考虑一下 他状态好那一段时间 其实不是很差 你没有人用的时候 找他出来冲冲撞撞 是可以考虑的 但你没有了 十号仔就是组法 这个球员 当然他就不是很好球 但如果你夏天 是想卖走一支右闸去套现 或者不想卖任何的左闸回来 其实是可以免签那些球员回来 抖一下脚 因为达洛可以打左闸 你签多个组法 这些球员回来 可以比较低的价钱 我相信韦斯咸 如果只剩一年约 或者没有合约 其实他都不会留难到你 你只要伸出你的橄榄枝 我想早快有机会过来 所以免签球员 其实还可以找一下 剩一年合约的球员 头三个就拜仁三保 我想他们都会续约的 只不过暂时还没办法 申尼、甘美智和阿芳索大维斯 这三个我就不想太多了 应该是机会不大 第四个就是沙利阿美尼 就是PSG的中长中17岁 我之前有点说过他 我认为他的能力 是不差得问路 也是十几岁 踢出来非常成熟 又护球又入球 又入球又做工 防守也有一些跟两 所以这个球员 如果 我不知道他想什么 这个小朋友 不知道他对PSG的忠诚有多少 如果他想走的话 我建议真的出任何代价去签他 当然只剩一年合约就不可以太离谱 几千万这样 我自己会觉得这个是可以考虑的 接着Jonathan David 这个也是前两年前过 只剩一年合约 仍然都是一季入十几球 法阁的前锋有几个助攻 就是比较全能一点 也不只是可以打中锋 可以打左右翼 这个也是对我们好的补充 基尔叉 伤过之后 就改打了一个近似腐风的位置 多点打后备 佐伯达斯未必一定会做他约 剩一年合约 拿来做个轮换也是可以考虑 莫连路 这个就是王家苏思达的防中 也是非常之好球的防中 离楼不高 但技术很好 防守和平均保护后型 一个强化的颜拉拔 所以这些防中 你买来做轮换 或者代替卡斯米勒 一年后跟他谈一下 会不会接班呢 虽然他年纪都不小 但这些球员是实力型的 我觉得可以当年的洛迪 万成在这些水平找过来 然后自己订阅 變成現在的超級無敵的落敵 8號加拿走 9號佐賀寧頓 我相信機會不大 英超自己的轉回 也沒有需要加拿家 我們都有萬字 太類似 佐賀寧頓也不像會選擇紐卡蘇的對頭 10號的杜林 這個K杜林 我自己覺得不錯 高高大大 防衷 比較純粹的防衷 有少許技術 法甲的尼斯 即是Jim Sir的另一隊球 有沒有機會找他過來 只剩下一年合約 你賣給自己 那筆數 你開小一點 其實就沒有什麼人會覺得有問題 即是一年約賣兩千萬過來 對萬聯來說 財政是會得到不少的幫助 兩千萬買過來 用兩三年賣出去 其實隨時FFP還會有賺 11號、12號 冬尼和拜利 都是英超的對手球員 這個就算一年約也不會容易 因為在英超的對手簽人 其實相當難 但是 5、6、7、10 這幾個 其實也是可以考慮一下 也要快點去操作 這些球員 我想夏天已經會轉會 或者很快就會被球員傾訴約 所以有意的話 黑不容緩 但是我們現在足球總監 還沒有 只有CEO也沒有上任 希望快點 請完新的職員之後 就真的要全速前進 即是跟Tank開會 也好 什麼都好 自己決定也好 都是要快點手腳 即是要大收購 其實我們沒有能力 接著就 新球場那裡 也都有個新的方案 即是說現在 之前說想買個哥爾夫球場 在比較遠的位置 但是似乎那個就是訓練場 球場就本身說是重建的 但是就 現在有個新的idea 就是在奧脫福隔離的位置 有建一個新的球場 那叫做是 即是符合到Jim Sir的要求 他是想要新球場的 不是特別想重建的 因為他是要全新 新的科技 想做一個新的北部的icon 即是好像一個 英格蘭曼士的溫布萊 即是要有代表性 而且要非常之靚 現在新的球場 其實可以做很多東西 即是可能 開大型的演唱會 或者很多的餐廳 很多的商業圈 商店等等 其實曼士是沒有什麼這些東西 即是可能只有火車站附近 比較繁華一些 如果在附近球場 做到一個這樣的雙圈 我自己覺得 可能政府都會大力支持 也不出奇 所以其實對於曼聯 或者對於曼士來說 都是一個有用的方案 還有 為什麼要在奧脫福附近起 不在其他地方起 當然就是要兼顧球迷的 程義傑 因為在奧脫福看了這麼多聯波 我想有沒有人想拆了球場 而你想拆 但是又兼顧一下 其實在附近建一個新球場 是一個好的方法 算是有兼顧兩邊的做法 因為熱刺其實都同時做過類似的方法 那時候其實熱刺起新球場 建新球場出來 舊的球場還在用著 然後用到這樣 你就會看到 看球的時候會拍著 有兩座球場一起並存 但有一座是崩崩地 有一邊還未收邊 這個我想當時熱刺都是類似的想法 舊的地 亦都可以用回來做其他 可能是做餐廳、做商場 也好什麼都好 這個是可以兼顧到很多問題的一個方案 的確就是 如果要重建這個球場 不是那麼容易的 如果你計算現在舊球場的問題 當然是座位數是一個問題 越多位越好 因為萬聯我自己覺得 你十萬球迷應該都有機會坐得門 六、七萬其實就對萬聯來說 未必能夠有那個供應是足夠的 但是除了座位 還有很多東西 包括就是有人投訴的 廁所不夠 你想加廁所就不那麼容易的 因為舊球場起了在那裡 沒有位置的 怎麼加呢? 這個不是說憑空爆出來 在空中潛建出來 沒有辦法做到的 沒有就是沒有 是石屎來的 你不能夠打開一個主力場 這樣就安多一些廁所出來 是不是? 漏水吧 就是那個天棒漏水 那怎樣去改建 怎樣去維修呢? 根本就做不到 要做到其實一早已經做好了 就是你小收小補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比賽期間 你沒有可能可以做到一個頂 是不是? 就是這個你只是靠夏天那兩三個月 以英國的速率 以Efficiency來說 是甚麼都做不到的 是沒有可能會搞定頂 所以其實這些問題 就是包括一些商店人士的通道 那些其實都做不到 是不是? 因為你起不了很多升降機 你不夠好的 即是你就算改造 唯一解決的就是座位的問題 但是剛剛我講過的問題 應該大部分都不會有明顯的改善 所以你最後 只是得到一座大跌的舊式球場 但是就不會有一座新式的球場出到來 但是呢 這個方案出來了 我看本地球迷的一些論壇 或者Twitter等等 看下去他們是比較反感的 就是我本身以為就 就是都兼顧了好像OK 但是也不是很收貨 就是始終可能奧脫福的歷史地位 或者感情是太濃厚 就是就算你要拆他在隔壁 都是覺得不好 但是我自己個人認為 其實就像阿仙奴、韋斯坦都是這樣 他們建了新球場 球迷都是負面的 但是我認為是必須要做的 始終你有一天是一定要重建的 或者你用了幾十年就更加難的 到時重建和現在重建 始終都是要這樣做的 因為不存在在原子裡爆出一座新的出來 這個是不可能做得到的 在旁邊我覺得已經盡了力去做 去兼顧所有人的情緒 或者所有人的情感 最後就說說維拉這場球 10月26日其實我們打過的 也不是太久 先輸兩球 進回三球反勝的 所以現在雖然維拉還是前四名的球隊 前五名的球隊 但是我們不是打不贏的 我們試過贏到 希望這個心理上也有些優勢 其實當時的維拉很強的 即是連贏阿仙奴連贏萬勝 十場不敗 來到萬聯的主場 誰都知道我們死定了 我自己當時都覺得我們死定了 但是又比我們頑強反勝 跟著那一場之後 維拉的七場比賽 三勝兩和兩負 其實真的很一般 維拉最近這七場球 入十一球失八球 其實真的不是季初對維拉 不斷入球 亦防線很累 金湯不可以很容易入球 萬勝也不能入球 阿仙奴也是 這兩隊都咬不入球 現在對維拉 是很容易咬得入球 因為我不斷看他們的球 我本身覺得維拉今年的球好看 也是為了這場球 第一場我看的是劉卡蘇那一場 接著看車仔那一場 錫飛完那一場我都看了大部份 因為那一場就贏得很輕鬆 我自己覺得 輸給劉卡蘇和輸給車路士 這兩場是非常相似的 就是維拉現在的情況是什麼呢 踢得不差 看上去都是這樣踢的 中前場壓迫 然後扔上屈堅絲 給球、放球 或者自己走直線入球 兩邊片進來他搶點 都是這種打法 但是後防變得非常脆弱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其中一個問題 信心 季初很順 那一段他們自己都打繩很多 打高兩班球 集中力也是 現在中前場 我覺得他們踢得比較多的比賽之後 他們壓迫是慢了 就是你前面迫得慢 後面壓力就大了 後面壓力大 你就會暴露了後防線的能力 而理論上 其實維拉還有兩個重要的雙兵 都挺相似的 其實三個 456 乾沙 迪利和 Powell Torres 其實都是今年後防線很重要的三位球員 但是三個都不約而同 這幾輪都是相似的 剛剛這場 Powell Torres出來了 迪利還未出 但今天應該可以出這場球 乾沙就應該見不到他 這幾個都會令到他們的防線會有下跌了的問題 因為你看回 現在替補他們的球員 可能是摩連奴 可能是卡樹 其實這兩位 卡樹和摩連奴 不能比 真心的離 今年的表現和摩連奴 摩連奴的狀態不是前兩年的那個 非常多 卡樹也是上了他 落不回來的 中堅 Powell Torres還未在的時候 就要用 Langler Langler 都是一般般 即是沒有他的 和迪阿高卡羅斯搭的 穩陣的感覺 前場也是 賣走了燈當黑 我不知道他們搞什麼 即是東窗 減走一個中場的輪換 唯有用卡馬拉 和杜加斯路易斯 搭著前面的迪利文斯 其實是一般的 最近的狀態 那些決定不太好 迪利文斯打攻中 所以這套陣容 就真的打兩三個人 打敗利和打屈建斯 有時密堅有兩腳軟射 現在來說 我又不覺得這個維拉 是不可戰勝的 曼聯的雙兵不多 Marsiel 馬天尼斯 雲比沙加 這三個就一定不行 曼智和馬拉西亞 雙語復出 但都是賽前記者會說 他還未夠狀態 所以還是不用計算 然後 我自己認為都是用同一套陣容 唯一就是中堅位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會想用伊雲斯 因為伊雲斯在左邊的感覺 我覺得是 順利過其他幾個 華拉尼、密堅雅 都沒有所謂 用誰打右中堅 但我左邊 我會順利伊雲斯 儘管看看到時會怎樣 沒有了馬天尼斯 又是一個難題 最接近他的感覺 和氣場 就是伊雲斯 所以我會選擇他 只需要上場對韋斯咸 穩打穩擇 我相信 維拉一定會送機會給我們 我們把握到 就能夠拿到分 所以就不需要太緊張去急攻 那些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見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